中国人为什么用红的法子来比喻人生显赫如日中天呢? 大红大紫和红的法子都是比喻人生显赫如日中天,那么为什么不用别的颜色来形容,而非要用红色和紫色呢? 这跟中国古代对颜色的定义以及官服制度密切相关。 红的法子中国古代把颜色分为正色和剑色两种,正色是纸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五种纯正的颜色,剑色是纸干红青色,红、浅红色、漂淡青色、紫、硫磺和黄色五种正色混合而成的颜色,正色和剑色成为名贵剑、变等级的工具,丝毫不得互用。 比如红紫曾说,红紫不以为泄服,不能用红色或者紫色的部作家居时的变服,作为剑色的紫色本来是卑剑之色,是名是彩博,紫,此也,非正色,五色之之侠,以获人者也。 但是,春秋第一霸主其桓公偏偏喜欢紫色。 据韩非子外出说左圣记载,齐桓公好福子,异国晋福子,当日诗也,五祖不得亦子,正所谓尚有所好,下壁甚烟,以至于当时五匹生卷,也买不到一匹紫色布。 齐桓公看到这种现象十分担心,于是管众劝他不要再穿紫衣,三日,镜内墨衣自已。 然而,齐桓公始创的这个传统却流传了下来,南北朝时期创立了五等官服制度,珠,紫,非身红色,绿,青,以唐代为例,三品以上穿紫色官服,四品这身非色,五品的浅非色,六品这身绿色,七品的浅绿色,八品这身青色,九品这浅青色。 武则天当政时期,有一个叫傅游义的官员擅长拍马屁,一年之间自清而绿而出而子,识人后为四识舍幻,而白居易的昭明诗局,将周司马青山诗,被贬官后的诗人只有穿青山的资格。 诗是正色,红是剑色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人们用红取代了诗,由大红而大紫,比喻官位升迁,红的发字也是同样意思。 谢谢。